大家好,我是青青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菜鸟青青的仙界战场 好,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我要跑向敌阵 去寻找我的第一个对手 好,有一个人跑出来,就是他了 看一看对手的情况吧 是一个等级比较低的对手 应该这一场能轻松获胜了 对方的鱼安先奥逸我的水手鹰 好像没有任何的伤害 可能攻防的差距确实是太大了 他的杀战风奥逸他的雷主 想让他雷主多攻击一次 不过以他的攻击力应该是没有什么伤害 反而是我的小鹰一下子 差点就砸倒了卡卡西 然后鸣妈也普攻打倒了卡卡西 应该是 这场比赛应该是在下个回合 我封堵奥逸的时候就会结束 通常应该是这样 除非他的鱼安躲过封堵奥逸 通常战力差这么多 应该是不 应该是躲不过去 还没有出奥逸 只是放狗就已经结束了 好轻松的获得了一场胜利 好寻找下一个对手 看一下这位这一位穿着短裤 只穿着短裤的雷主 战力四万三 等级七十八级 我在等级和战力方面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但是这个应该不是随便 随便砍就可以砍赢的对手 至少等到下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都不见得能杀完的全部 攻击力比刚才那一位强多了 我始终还是没有打掉水手英的护盾 明妈七手定身了飞段 就是定不定身都无所谓 他这个里面奥逸最具威力的就是鲜明 一开始我就是封主奥逸鲜明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有两个分身吧 两个分身就是相当于技能没有冷却 直接直接打他的鲜明就可以了 哇直接把凯撞倒了 哇一招秒团呢 太厉害了 看到底线了吗 狂起来不是人大哥已经三连胜了 我去找他挑战一下吧 虽然可能打不过他 因为他战力可能比我高不少 而且我的这个组合不是完全克的 他的布阵完全克我 他的进攻线正对着我的水手英 看来这一局我可能要凶多吉少了 确实也不是 就是看他暴击的情况 如果暴击很多次我就够呛了 我没有带吹风 哎我的这个盾加的有点早了 后悔了 哇不过他暴击的次数太多了 而且暴击的人也暴击的不对 哇塞 应该砍不死吧 哇 他这个暴击果然很厉害 那就没办法 那这场应该败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点 有点运气吧 他暴击的次数太多了 连击然后再再再加上这个雷主直接砍 算了我别怎么抵抗了 抵抗的 抵抗的时间越久 只是耽误我的时间 算了吧 随便放放奥义了 让他知道我不是面团捏的就可以了 因为倒下了一位女性忍者 我的这个丸子的威力就已经下降很多了 不然的话 不会连他的护盾都砍不掉 狂起来不是人 这位大哥 呃 战力七万一 刚才开场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 我是 我是六万一 给他手一万 我也是今天 呃进行了这个 对这个装备进行了洗炼 给洗到六万一了 之前是五万九 发觉我很多和装备 就什么属性都没有 今天都给他洗到至少有一个紫色 哎不过没关系 输一场也不用紧 这个总结经验吧 其实刚才这一场 也不是有一点点运气吧 我又找到一个连胜的对对手 看一下对方的阵容啊 又是一个经典的水天天队 真五位 忍战天天 以及五代水影赵美明 也是小土豪嘛 这个山上走就没有办法了 不像那个风主的吹风流 我可以先吹一下天天 嗯 不用紧 这个 呃 我主要爆发在第二回合 没有关系的 十手鹰血少一些 可以给他加个盾 然后他的水影 用鞭子也打不到我 哎 这个运气在我一边了 虽然他的先攻高 我直接定身了他一号位的真五威 那我就不用打断什么治疗了 因为我的这些女性忍者都在啊 让你看一下真正的丸子的威力 随你加血 加吧 你加血的时候 真五威就已经肯定已经打了 我有这样的图线 你加的血绝对不如我这丸子 伤害高 你的一号位已经没有了 这一回合已经不能奥义了 没有了加查克拉 下个回合你可以天天和水影奥义 不过我猜他是水影奥义 但是我还是要奥义他的天天 这样我的丸子的速度是最高的 即便给你一个水影一个人奥义 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他的水主已经不能联机了 天天他奥义的时候也被定身了 也不能联机 所以只是一个水影的奥义而已 再说我水手鹰的大治疗还没有用 大不了用个治疗吧 好一个丸子 打掉了天天 哎其实我可以 我可以忘了用明妈的打断了 算了无所谓给他打一下吧 可能下个回合也是让他多吃一粒丸子而已 可能就算我打断他了也得打到下个回合 这个回合我应该打不完他 等到下个回合再放一个丸子就可以了 难道他会被我的分身打死啊 我不会 来吧 最后给你吃一粒丸子 我看看 好的 打败了水天天队 不过我还是有点放不下 刚才对狂起来不是人那场比赛 有机会还要打回来 哇 这位 76000战利 80几 哇 哇 他太厉害了 哇 这是不是我找他 是他来打我 可是我才 我才 我才 我才连胜两场 你怎么就看中我了 好 我想起来了 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 他在斗鸡战场打败我 好像是这个阵容嘛 我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难道是记得 记得我过来修理我 没有关系的 就是如果他们想杀掉我的水手鹰只能趁第一个回合 如果第一个回合你杀不掉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 那你应该就没有机会杀掉了 所以 所以 因为他的战力比较高 我不能再等分身了 我一定要先铺手 凯老师让他蹬一脚 无所谓 因为那个伤害并不高 真正这个队伍里真正的输出的核心是这位小李 不要让他动 没关系 最多是打掉护盾而已 可能那小鹰的大治疗还没有用 没关系随便卡 好的 咋一下 不过他的战力确实比我高很多 所以 攻防上有巨大的差距 尤其是防御上 这简直太硬了 如果是同等战力的话 我那个丸子打过去的话 基本上不会是一半血那种结果 基本上都是残血了 因为我在这个阵容也在竞技场里多次测试过 如果是同战力的话 非常的强 这个回合我也是不让他的小李 小小李洞 让他让他挺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回合他是没有什么输出的 我有分身在前面躺 这个回合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下个回合我就有丸子了 这样 也是没有关系 下个回合 我奥义阿斯玛吧 也就能 打断他的奥义 可能顺便就把小李就给打死了 我来看一下 会不会是这种结果 哇 我小李这样抗打的 哎呀我太高估自己的攻击力了 这下麻烦了 这下被他被他被他打的应该是很痛吧 哇受不了了 加血加血加血 小鹰也加血了 顺便分身也加一下 能多扛衣服 好的联机 好 没有打在我小鹰身上就好 那么重的拳 下个回合呢 我下个回合也比较难熬 因为他他会他会开两次服务 哎 这回凯 踢向了鸣妈 这个没用了 鸣妈状态没异 而且我这种恐怖角色 只要带分身的 都是生命防御抗性 优先 一大堆加上去 哇你看这个小李 哇这个攻击力 哇这个攻击次数 可惜最重要的点燃 我净防了 小鹰还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 好来来来 刚才被狂起来不是人大哥那样砍 确实是 我觉得是偶然啊 因为他暴击了 至少得有 就是短短几次攻击 至少爆了五六次 所以所以就是很麻烦 才秒了我的小鹰 不然的话应该不会 等下我要找他去报仇 好的 坎也倒了 算了 我用鸣妈平底锅打死小李了 因为我怕刚才那一下打不死 让小鹰砸完他再死 现在砸 现在一锅先把他砸死 他下个回合就没有小李了 好的 这样就剩一个土主了 只有一丝血了 还在负于完好 大神 不好意思啊 这回我越战 打赢你了 以后想找报仇的话 天界随时来找我挑战 可以不要 好的 这样 这样我去找狂起来不是人吧 诶 这是谁点我 这么有信心 哪位大神来收我 可能不是很强吗 这样的阵容也要 可能是实在没有他打了吧 好 他点到我了 这个关系 好 看他复制我的什么 复制我的水手鹰 其实我水手鹰在我这边是攻击力很强 到他那边就不见得了 因为他是根据 所以 这就是 你比如说召唤一个复制的 他到我这边 他就是按照我的攻击或者防御的基数来算 如果到他那边就 不是我 我这么高了 他不是完全继承的 所以 这个复制 一般般 啊 这样就 就倒了 好吧 这个对手也是比较轻松 我去看看狂起来 大哥 有没有空 这是谁点我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过他68级 43000的战力 也非常 令人 真配 亲配啊 真的是 我如果68级的时候 战力43000的话 我也是 也是横着走啊 如果以前的那个仙界的分阻的话 肯定是无敌的呀 其实在这个等级 所以 根本就没有人能和你抗衡 算 算 不过 雷主的攻击力一般啊 如果刚才你看到 狂起来 不是人大哥的 那个雷主的攻击力 你再看他们 就有点太小而克了 我 我下个回合也是一个丸子过去就应该差不多了 不可能 不可能杀完全部 但是也 也剩不了什么啊 啊 果然只剩下阿斯法而已 和我预计的结果差不多 啊 这个战斗也很快就结束了 我要我要找狂起来 不是人报仇 他已经达成六连胜了 我要去找他了 哎他好像就在附近 好吧 我就是抱着一个复仇的心 这次还不如上一次 上一次护花使者在小鹰身上 这次不是 不过没有关系 我就不相信你每一次暴击都能这样多的 来吧 来 继续 继续砍 好的 一刀 两刀 三刀 上盾 四刀 连击 好的 哇 又爆击这么多 好好好 没有问题 好的 最后一次没爆吧 嗯 这样你就没有机会了 大哥 这次我报仇成功了 也许有的朋友说 为什么你小鹰的血 只有这么一点了 你也敢这样讲呢 就这一点血 他们也 也没有机会杀我了 因为他的这个组合里面 什么阿斯马啊 还有什么懒的奥义啊 这些攻击力都没有 主要的就是攻击都在雷主身上 你只要控好雷主就可以了 然后他阿斯马的奥义还是三号位 我小鹰先加个血 就更晚了 嗯 因为他连击的核心也在雷主身上 所以雷主不能动 他也连击不了 早就看透了 所以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下个回合 然后只要用明妈奥义他的蓝就可以了 然后奥义他的蓝或者奥义雷主都可以 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奥义他的雷主 然后又明妈奥义他的蓝 多么多么完美的断招啊 好的 你看看现在小鹰的血量 是不是已经渐渐回复一点点 所以他已经没有机会杀了 现在我获胜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个报仇成功了 这个确实是 这个 这种PK类的这种游戏 就得有点 这种意气 就是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嘛 虽然 虽然比我战力高一万 但是我还是敢于向他挑战了 好的 看这一套联机能带走阿斯玛 不能 好 给小鹰子加个盾 这样 这样好像是大胜一样 好像就像刚才他赢我那样似的 赢到一边倒 不过这次我我又 取得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报仇成功 心情正好 继续找连胜的打 这边有一个十连胜的 但是正在战斗 只能退而求其次 打这个四连胜的 这位四连胜的文家是 佐助 触生到 伊鲁卡 活住的阵容 他这个这个战力确实 也 也不高 等级也不高 但是他的先攻比我高 我确实很无奈 我刚才都说了 我的那个装备的升级 还是处于原始阶段 精炼基本上都是一级二级 这样 资源还没有用到 可能在之后一段时间 我要强化一下装备了 因为现在忍者的队伍应该 都有很多选择了 然后要强化一下装备了 之前的那些点卷啊 我都是用来换忍者 从来没有换过这些什么 装备啊 符石啊 勾玉啊 这些都比较少 以后我要努力换一些 这个我先用明妈的奥义了一下 他的畜生道 然后主要是触发一下那个 那个追打 这样这样我可以招两个分身 然后再奥义 这样就没有冷却时间 这样就是 打的爽一些啊 然后小鹰啊 小鹰的攻击力够高 然后下个回合再给他们一粒王子 就差不多结束战斗了 这样比较节约时间 没关系 让他喷一下 他没有打断 没关系的 看我的 看我的螺旋玩 好的 一下 秒团 然后终结了他的四连胜 不要怪我啊 因为仙界的战场就是这样子 为了分数高 都是打连胜的对手啊 然后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已经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对方 对方的战力不低 然后 然后 还是 也有 就是 名人母子队 啊 已经结束了 看一下战绩吧 因为 我我们这个阵营有很多高战 果然阵营第一 我没有进入前三名 不过还算优秀忍者吧 因为今天打的就算不错了 那个输给狂起来不是人那一场 应该不是我运气的问题 然后这个排名是第二 获得战场的王者 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